染疫人数不断攀升 尤其12岁以下孩子的确诊数字 让人焦虑不安 薛宁前的孩子的感染确诊的途径 几几都是同住家人 所以请我们的家长们 第一个不要在外面聚餐 第二个尽量简化我们的生活 医师建议生活作息要正常 吃得好睡得饱多运动 如果可以的话晒晒太阳 平常也可以帮孩子按压穴道 提升正气 像是银香穴 河谷穴 驱驰穴 竹山里穴 特别是竹山里穴 从来说提升免疫力 很好的一个穴位 它是竹阳明胃经的穴位 它能够补气 补血 那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另外预防保健的茶饮 常见能够补气的黄芪 挡森 山药 防风 以及清热解毒的鱼心草 草叶 金戒 薄荷等 可以一起冲泡饮用 第一个部分是提升正气 第二个是抗病毒的作用 那两个这样一个搭配的话 就能够比较达到补气 又杀病毒的效果 提醒民众在使用防疫茶饮前 还是要透过医师诊断 针对个人体质 确保安全用药 当然新闻 我们郑盛民 唐禅君 刘洪志 花莲报道